Gigi Bo Gigi Bo 童话你做英雄 Gigi Bo 让些心中流动 Gigi Bo 一切掌握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到底在哪儿啊 是什么奇怪的委托信啊 又不告诉我是什么名字 又不告诉我碰面的地点 还非要拐弯抹角的画张地图 哎呀 画得这么差 就不要学人家画地图指路了嘛 狗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 别过来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 太气人了 这根本就是有人在恶作剧嘛 什么委托啊 哼 我要回去了 我等你很久了 怎么现在才到啊 呃 你 等我 你就是委托人 没错 果然是个陷阱 可恶 居然中了这么低级的骗局 这不是陷阱和骗局 我不管你打的是什么算牌 先吃我一拳再说 武林威力 变身 呀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需要谈一谈 啊 这个家伙看起来这么淡定 一定是有备而来 难道周围还有同伙 啊 嗯 嗯 是想趁我一个人的时候抓我 不行 还是要想办法逃走再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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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我反应快 啊 啊 不好了 不好了 啊 啊 果然是个陷阱 你们猜 这个机器人是谁 是 是暗灵卫 欢迎啊 不能安灵卫准备大局进攻了吗 很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市民的安全 啊对对对 有人寄来了委托信 啊 是刚刚那个人寄来的 他再次拜托我们去跟他见一面 说委托内容只能亲自跟我们讲 什么 这个幻眼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不过 他说这次为了表示诚意和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可以多带几个人去 既然这样 那就小呆呆留下看家 其余的人全部都去 飞飞 多带点实用的装备 嗯 我们人多力量大 也不怕他玩什么花样 哼 看来 今天我来的很不巧啊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们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哼 我们准备去会一会大坏蛋 大坏蛋 这样说我就更好奇了 我可以参与你们的这次行动吗 呃 不行的 很危险呢 万一你受了伤怎么办呢 怎么会呢 永远不要怀疑自己的力量 我的朋友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保护好我们这些 手不寸铁的人们 嗯 也没有必要这样保护我吧 我们已经到了 出来吧 你们能再次先来赴约 我很高兴 哼 别高兴的太早了 不管你耍什么花样 我们都不怕你 是的 我没有恶意 我是真的有事想请你们帮忙 你是 飞龙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可没有邀请除了你们武陵位之外的人来 嗯 飞龙不是外人 嗯 他是我们的朋友 从小镇村开始 他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而且还资助我们建了武陵位的作战基地 怎么想都比你这个大反派来的可靠吧 啊 帮助你们 我只知道他是先帝公主的总理大臣 呃 既然你信不过我 我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哎 欢迎 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如果信不过我们 我看我们也没有必要谈判了 不知道你找我们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是想请你们帮我保护先帝公主 什么 我们 帮 你 保护先帝公主 你们暗灵位不是一直跟王室作对吗 之前还攻击过先帝公主呢 再说了 你是暗灵位 跟我们势不两立 我们凭什么要帮你哦 我 烈炎 双拳 曾经都是先帝公主的天身侍卫 我们三人都是由皇家亲自挑选的武陵位 从很久以前就跟在先帝公主身边 作为一名侍卫保护她的安全 有一天我发现不太对劲 太安静了 我感觉到一股邪恶极为强大的力量潜伏在我们身边 就在这时 我突然遭到了魔龙王的袭击 她的黑暗力量实在太强大 我一个人没办法对抗 被她打成重伤 昏迷了过去 醒来之后 当我回到皇宫 我发现先帝公主安然无恙 但是 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了 包括先帝公主 和曾经与我并肩作战的伙伴 我猜想 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 必然有一场可怕的阴谋 我假装和其他人一样 主动投靠魔龙王 她把我改造成了暗灵位 那时我发现 烈炎和双拳 都被魔龙王控制了 魔龙王大人 您找我 嗯 你有一个新的人物 去飞龙公关夺取最后一件宝物 飞龙之翼 之前的那些 再加上这一件魔法宝物 我大功即将告成 是 烈炎 双拳 我有特别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是 什么 飞龙公管 那不是飞龙的家吗 不行 我得赶紧去通知他 等等 你记得通知其他无关的人 赶快离开那里 飞龙之翼是水晶城的至宝 收护这水晶城的和平 和平 和安宁 魔龙王取得了这最后一件宝物之后 就大功告成了 我担心 他还会派其他人前来支援我 嗯 我明白了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阻止他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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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俩怎么也在啊 飞龙对先帝公主比较熟悉 我们来找他讨论一下幻影的事情 哎呀 不好了 幻影刚刚给我透露了消息 他马上就要来进攻飞龙公馆 抢夺你的魔法宝物 飞龙之翼 什么 飞龙之翼守护着整个水晶城 如果被抢走 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可恶的强盗 你赶紧带着人离开这里吧 免得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好 剩下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小猪猪 你觉得幻影透露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是真的吗 嗯 他好像也没有必要骗我们吧 会不会是 魔龙王掉虎离山的拳套 他故意让我们在这里守卫 其实是跑去偷什么 飞龙之爪之类的 菲菲分析的很有道理 嗯 我们可以让小呆呆和波比 在作战基地里随时备战 做两手准备 哎呀 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 怎么就这么难呢 欢迎 我们不会让你拿走飞龙之翼的 怎么还在跟他们废话 魔龙王大人已经等不及了 魔龙王大人已经等不及了 你怎么也来了 我来给你帮忙 了 给你一道 兵 伍零威丽变身 火龙王大人 双拳 怎么 见到我们来帮你 你还苦瓜脸的样子 这里我一个人应付绰绰有余了 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是奉命来的 我和双拳负责拖住这两个 你赶紧去拿宝物 事态越来越混乱了 我得赶紧结束这次的任务 飞龙之翼 找到了 不行 飞龙之翼对于整个水晶城都太重要了 我不能拿它来冒险 干脆就用我之前私藏起来的宝物 做个假的飞龙之翼好了 反正都是魔法宝物 飞龙王感觉不出来的 不错 一模一样 欢迎 我让你找的飞龙之翼 你找到了吗 飞龙王大人 我要的飞龙之翼呢 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东西 你做得很好 如果没什么吩咐 我就先退下了 我的确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如果你给我的是飞龙之翼 那么这个又是什么 什么 你 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老是对猪猪侠他们心思手软 我早就怀疑你是剑铁 但我想到 你主动接触猪猪侠他们 所以我决定将计就计 触到你 不可能 当时明明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场 他们全是无灵位 谁都不会把消息透露给你的 你又怎么会知道 哦 不对 当时还有一个人 难道你 哎 你这么厚知厚觉 恐怕是没机会给你的小伙伴们通风报信了 再告诉你 其实飞龙之翼 不过 是以你上功的诱饵罢了 就知道你不会把这么重要的宝物 乖乖献给我的 你说你痛痛快快的当个坏蛋有什么不好 非要坚持去当什么正人君子 坚持愚父可笑 超级棒棒糖 听着彩虹的光芒 关键时候帮我忙 以我勇气和力量 超级棒棒糖 它有神奇的力量 我失灵也不慌 看我自己向前闯 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 还有友情来帮忙 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 给我生气的力量 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 还有爱的正能量 让我学会自信和悲伤 最寻最初的梦想 超级棒棒糖 披着彩虹的光芒 披着彩虹的光芒 关键时候帮我忙 给我勇气和力量 超级棒棒糖 超级棒棒糖 它有神奇的力量 我失灵也不慌 看我自己向前闯 超级棒棒糖 感谢观看 吧